嗨,大家好,我是雨娟 欢迎来到内在觉知分享室的第18期节目 那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聊什么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也就是正念与冥想这个主题 很巧的是构思这篇内容的时候 我刚好在巴厘岛的屋部 一个盛行与家和冥想的地方 那这其实也是我第二次来无补了 这次就是特地带我妈妈来住在一个瑜伽馆里面 每天出了房门就可以去上各种各样的瑜伽课和冥想课 周围也一直充满着让人身心平静的一些音乐 还有大自然的声音是个非常棒的地方 那正念与冥想这个主题呢 我之前也做过工作坊 是因为我自己非常感兴趣 也认为其实可以保持正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跟自己的内心建立连接 更清晰的听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 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个主题 对正念对冥想开始感兴趣 那当时做了这场工作坊之后 也很快就追加了一场 我自己对冥想的兴趣其实也是很多年就开始了 很多年前 因为在书里有读到过 然后视频里也看到过 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说冥想的好处 正念的好处 于是就自己也去尝试逼自己每天静坐半小时 结果发现半小时太久了 然后又逼自己说那就每天五分钟 结果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我相信可能很多尝试过冥想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 是因为正念这个概念其实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它不需要我们去学习一种新的技能 但同时它其实又非常的难做到 因为它需要我们重新培养一个完全不同的习惯 那说了这么多 可能还有朋友对正念和冥想这个概念没有听过 或者不太熟悉 所以正念到底是什么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定义是 正念减压疗法创始人 他叫卡巴金的定义 他说正念就是有意图的 不带评判的 对当下的关注或觉察 那虽然这个字数很少 但这个里面其实包含了好几个很重要的部分 首先呢 正念是对当下的一种觉察 就是比如知道我们当下正在做什么 当下正在感受什么 心理的感受 身体的感受 脑中正在想什么 眼前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闻到了什么 等等 我们把注意力关注在当下 这只是正念的第一个部分 那有意图呢 指的是说 我们是有意识的 主动的 刻意的去做这样的觉察和关注 而不是可能没有觉知的 然后像发呆一样思绪自然的飘到了一些地方 那更重要的部分是不带评判的去关注 那这也是为什么正念非常难训练的原因 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去评判 去贴标签 就已经几乎变成了条件反射一样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闻到一个气味 我会自动的去评判说 这是好闻的还是不好闻的 这个味道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我们见到一个新的人 可能也会很自动的去猜测去评判说 他一定是个怎样的人 他一定来自哪里 他一定会做怎样怎样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开始谈话 那如何可以做到不带偏见和评判的去觉察呢 有一个很好的小方法是 是我们自己去找回像孩子一样的那种好奇心 比如说可以想象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他其实是他好奇心非常旺盛的一个时期 当他看到新的事物的时候 他会不停地问说这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这样 在他自己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呢 他不会去评价或者贴标签 反而会想尽办法地去了解 去探索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带着好奇心去体验 生活中大大小小 形形色色的事物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到 不带评判 不带偏见 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呢 如果我们可以有意识地 去关注当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正在经历地体验 内心的想法 并且在察觉到之后呢 不去立刻地评判 只是观察 或者接受 甚至是享受 那我们就达到了正念这个状态 冥想这个词往往 它其实指的是一种 练习正念的方法 所以 常见的就是 大家可能知道的 通过闭目打坐 然后 把自己的注意力 关注在呼吸 或者关注在身体上面 这样的一种方法 所以它有的时候 也会跟正念这个词 就它们的概念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冥想更多的是一个方法 那正念更多的是一个 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定义呢 对我自己当时理解正念 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我也想要分享给你 那这是一位印度的宗教领袖 它叫撒疆米旁人波切 在一段讲话里面 它讲到说 冥想meditation这个词 在藏语里面 它们是讲gum 那这个词呢 词根来自于 另外一个藏语的词 是com 意思呢 就是对某件事情 更加的熟悉 比如说我们练习冥想的时候 通常会关注在 我们的呼吸上面 其实我们就是在练习 对我们的呼吸 更加的熟悉 那按照这个定义来说 我们其实已经 经常在练习冥想 只是我们的对象 并不是呼吸 或者说是当下的觉知 而是一些其他的 可能对我们不太有帮助的 不太有益的事物 像是我们的焦虑 我们的负面情绪 我们的嫉妒心 我们的担心 等等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你一定也有过 这样的体验 可能某天早上 我们跟某个人发生了争执 恼得不愉快 那接下来的一天中呢 不管我们是在工作 在学习 在吃饭 甚至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总是会不自觉地 被拉回到早上的那个 不愉快的体验上面 脑中就不停地重复播放 我们当时说过的话 我们当时经历的情绪 不断地对这件事情 变得更加的熟悉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做冥想 只是说这个冥想的对象 对我们没有帮助 甚至它其实加深了 我们的负面体验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 正念与冥想 它并不需要我们学习新的技巧 只是做一些小小的转变 把我们的心 我们的觉知 带到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上面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呼吸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础的冥想训练 都会从专注在呼吸上面开始 因为这是最最当下的事情了 也是每一个人一定都会在做的事情 但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忘记的事情 那除了呼吸呢 很多正念冥想的训练 也会去引导我们关注在 当下的身体的感觉上面 比如说现在身体的温度 然后湿度 有没有任何疼痛感 骚痒感等等 还有就是关注在内心的情绪体验上面 比如说愉悦啊 生气 焦虑 这一类的感受 还有就是我们脑中浮现的想法上面 除此之外呢 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正念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放慢速度 专注在每一口食物 以及我们的感官上面 不去带评判的去体验 去接受这个过程 或者说刷牙 洗漱的时候呢 专注在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上面 而不是单纯凭借肌肉记忆 很快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但是脑中却不停地 去想一些对我们无益的事情 那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正念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做冥想 做各种各样类似的修行 关注呼吸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最简单来说 正念有一个相当强大的超能力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充分地体验 充分地经历着当下的这一刻 我们才是真正地收获了这一刻的生活 才是真正地拥有了这一刻 但是呢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活在当下 我们不是活在过去 就是活在未来 而且通过和很多人的聊天呢 我发现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倾向 比如说是更多的活在过去 还是更多的活在未来 那我自己呢 大部分时候 我发现我是活在未来的 就是稍不留神呢 就会开始在脑中 做着未来的计划 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 要见的人 要说的话 等等 于是我很常体验的 就是焦虑跟压力感 因为我会想到 还有这么多事情都没做 那每一件事情 到底该怎么样做会更好 比如说这篇稿子 要写什么题目 该写什么内容 每句话应该怎么说 但是我在计划 在思考这些时候呢 我其实并没有真实地 在做这件事情 于是我就更焦虑了 在眼下的这个片刻的时间里面呢 我却给自己塞了 未来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的任务 那我当然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那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强 所以如果我可以更多地 活在当下 而不是未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更好地 专注在眼下的任务 去吸收我当下 应该得到的这些经验 把每一分钟都真正地用掉 而不是浪费掉 因为重复地想着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不行动的话 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除了越来越多的焦虑感 我也知道呢 身边有的朋友是倾向于活在过去的 比如他们的脑中会自动地冒出很多想法 都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像是某个人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 对自己做过的事 或者自己做过的事 自己有过的情绪 自己有过的经历 如果这些过去呢 是美好的东西 那还好一点 至少我们当下的体验是美好的 但是通常呢 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希望过去可以不同 可以改变 如果当时这样说 那样做就好了 如果当时没有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于是就会很常体验后悔 或者重复地经历一些负面的体验 所以如果这些朋友 他们可以更好的活在当下的话 而不是过去 首先他会避免重复不好的体验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当下的时间 去做我们想要的改变 去通过更多的学习 更多的练习 让同样后悔的事情 不再有机会发生 然后自己还可以创造更多的美好的体验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正念 我们就是把握住了当下 真真切切地做到了 活在当下 那练习正念呢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更经常的 活在当下 享受眼下的人生之外呢 近几十年也被科学证实了很多 其他的好处 比如说 长期练习冥想修行正念的人 会有更好的专注力 更强的记忆力 他们会有比较低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比较少的压力感 甚至呢 正念可以减轻疼痛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睡眠质量 更强的同情心 更容易体验积极情绪 也更会管理消极情绪 因此呢 就会体验到更强的幸福感 那如果你对这些好处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搜一下相关的研究 我在这里就不做更深入的讨论了 那现在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 正念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希望自己可以更多的体验正念 更好的 我在当下的话呢 我也想要分享一些 我自己练习冥想的亲身体验 说不定会对您有一点帮助 那像我一开始提到的 对于坚持每天哪怕是五分钟的冥想练习 我也是觉得非常难做到的 最长的一次记录 大概只有八九天 然后我当时慢慢的 有把冥想这个练习 延长到二十多分钟 但是那断掉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吃起来了 所以我完全理解 想要养成一个 每天冥想的这个习惯呢 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也想先跟你说 即使我们现在做不到 也别怪自己没毅力 更不要马上的放弃 因为首先呢 正念并不是只有通过冥想练习 才能达到 如果我们充分地了解了 正念这个概念 你就会知道 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 训练自己的正念 我们做冥想练习的目的呢 是为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更经常地体验正念的状态 从而可以把握当下 提高自己的觉知 给自己更多主动选择的机会 所以如果一天中 我们可以有几个瞬间提醒自己 有意识地 不带偏见地 去关注一下当下的体验 那我们已经是在练习正念了 当然呢 冥想会是个更好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刻意地练习 我们每天花几分钟 去刻意地练习 当我们思绪乱跑的时候呢 去不带评判地把它 带回到当下 那我曾经其实看到过 一个冥想大师 他说 如果你没有练习够 三百个小时的冥想 那就别去找他问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需要这么多个小时的刻意练习 才能达到一定的 一定境界的正念 所以如果单靠生活中的小瞬间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达到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应该开始尝试 专门的一些冥想练习 去积累我们练习正念的这个小时数 那说到积累小时数呢 虽然目前我自己 也还没有养成每天冥想的习惯 但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个为期十天的内观进修的课程 叫做Vipassana Meditation 那在这十天中呢 所有人吃住都在一个禅修中心内 我们不能有语言 甚至是眼神肢体动作的交流 从早到晚都是根据安排好的时间表 每天呢 累积有整整十二个小时的静坐冥想 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有老师的录音带 引导我们去如何做内观冥想 大概是前三天 我们都会练习关注在呼吸上面 后面六天呢 练习关注身体的感觉 最后一天是增强慈悲心的冥想练习 所以在短短十天内呢 我们就积累了120个小时的冥想 可以算是相当密集的训练了 但是在这样密集的120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我的确感觉自己的专注力变得更强 当内心或者身体产生感觉的时候呢 我可以做到在条件反射的行为之前 多了一点时间去思考 我可以怎样去做选择 我可以怎样去应对 而不是直接交出主动权 任由我的条件反射来做一些行为 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当我身上可能被蚊子盯了之后 会非常的痒 那在这个训练之前呢 我可能就会一痒就去抓 那我越抓它就会越痒 然后我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很烦躁 然后这个痒的感觉呢 也只会变得更加的强烈 但是在后期呢 在经历了几天的训练之后呢 我慢慢的学会说 如果这个地方痒了 那我现在可以选择说 我知道它不会永远都痒 我可以选择让它慢慢的消去 消下去 然后可能最多十几秒三十秒的时间 它就真的不会再痒了 那我就可以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更加专注 更加平静的去做我自己的冥想训练 而不是被这样的身体的感觉而去打扰 去影响我自己的训练 在这十天的收获呢 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做更多的分享了 如果你对这样的十天进修感兴趣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直接留言给我 那分享这个经历呢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说 如果有足够的正念冥想的练习 当然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正念的瞬间 你一定可以看到正念对你带来的改变 也一定可以更好的活在当下 我希望呢 我们都可以珍惜的 充实的 过好我们人生中的每一刻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有收获的话呢 也请留言让我知道 或者帮我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到吧 谢谢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你下期见